家养的乌龟过冬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家养的乌龟 主要包括草龟 巴西龟 还有一些常见的一些小乌龟 这些乌龟大部分都是水龟 那我们今天讲了 主要针对水龟过冬的一个问题 一般我们在过冬之前的前一个月 它会本能的或者是被动的要进食 这个时候它需要足够的时间 去把肠道里所有之前吃下的食物的残渣 需要排空 因为在冬季的话 因为温度的下降 很有可能造成它们的代谢率下降 导致它们排空有异常 这个时候乌鸡蛋食物没有排空的话 很有可能食物会烂在肠道里面 在来年开润的时候 会引起一些肠道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我们冬眠前的一个准备期的话 一定要让它给它足够的时间 去排空肠道多的食物 那第二个就是进入了冬眠的一个前趋期 进入前趋期的时候 这个龟会变得非常的懒散 每天可能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偶尔出来喝点水 然后去晒下太阳 慢慢慢慢的开始进入到完全的冬眠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给它准备一个器柄 里面可以装满沙子 或者椰土 或者椰土混合沙子的一个戒指 它会自己钻进去 然后挖个洞 把自己埋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只要做好一点就行了 只要做好 控制这个戒指的一个湿度就可以了 具体的湿度呢 要以手轻轻地抓起来 轻轻地握一下 挤不住水为一个标准 同时呢 这个戒指不能太干 因为哪怕龟在过冬的期间 它在休眠的状态 它也会通过它的膀胱去吸收水分 来做到一个全身机体的水的一个代谢 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忽视了 湿度的一个保证 之后呢 就是一个漫长的冬季 一般这个冬季的时间啊 保持在一到两个月左右 之后慢慢天气开始回暖了之后 它们会慢慢慢慢苏醒 苏醒期也不要着急投胃 一定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等它进入了 它彻底恢复了之后 能够自己饮水之后 再隔个两三天 再开始第一次投胃 投胃的量呢 不要放得太多 如果过多的话 也会容易一些问题 以上呢 就是归冬天思想的一个注意事项 然后呢 然后呢